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VIP会员 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 拨打8805 8805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年纪虽轻 却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 我之前是一名职业运动员 非常认真 而且很努力 无惧年龄的差距 只为了心仪的他而来 就是女嘉宾的年纪比他大 有五岁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男嘉宾语无伦次 要不然就休息晚吧 他紧张就可以休息 完全混乱的 面对男嘉宾的现状 他又能否接受 一个月的话可能有半个月都外面出差 如果你希望我独立 那我可能更希望我自己不管 面对他的真心追求 女嘉宾为何犹豫不决 我会带你去把他走完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收下他 你说你有点犹豫 由于哪一方面的 男嘉宾留下的字条 到底写下了怎样的秘密 走之前 还在你那个 就是说你听的留言箱方面 留了一句话 又是否能够打动他的心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一杯药酒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失病筋骨疼痛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养肺症当时气短 喘咳肝干咳谈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爱情高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有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约翰 现在约翰所在的 这个位置呢 是一号桥的华一路 因为我们男嘉宾 所租住的地方 就是在我身边的 这栋楼里面 那么男嘉宾 其实非常年轻 只有23岁 那男嘉宾也是 非常诚恳地 邀请我们去家里 看看他的一个实际情况 那么约翰就不跟他客气了 赶紧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家里看看 男嘉宾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杨诚 我来自重庆秀山 我目前从事的行业 工作的话是 旅游线路的设计 本职之后男嘉宾 杨诚23岁 身高1米70 职业旅游线路规划师 月收入5到8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工作内容的话 主要是去各个的 就是说各个地方的一些旅游景区 或者说一些比较原生态的地方 然后去踩点 然后做线路的设计 做规划 这个工作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经常出差 然后一个月的话 可能会出半个月左右 所以说会经常出去跑 我之前是一名职业运动员 运动方面的话 主要是场地自行车和田径这一块 我对于感情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 两个人一定要沟通话题吧 然后三观一定要合 这样的话 在相处过程中的话 才会有沟通的一些话题 我是不会选择将就的 我觉得一定要合适 可能以后想找那个她的话 是希望她能够在 能够独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善良 然后主要是两个人 一定要有就是说共同话题 就一定要有演员 男嘉宾的周要求 一 善良独立 二 有共同语言 有演员 我们就这样进来了 直接进来 咦 好像还有一个人 我小姑姑 今天姑姑是特地在这里 来做亲友团 对 是不是 那个我来之前 我还在想 我说一个单身男人的家 会是什么样子 结果没有想到 一进来那么的整洁 虽然说小 但是五脏俱全 还很有兴致的 种了一些小花小草 是特地的那个 收拾了一下的吗 没有 因为我自己是有点强迫症的 所以说平时就有这个习惯 自律到什么程度 你的强迫症 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 因为北京不是有雾满 冬天洗了衣服 那样都从外面的话 如果因为当天有雾满的话 有味道的话 我可能会重新 平时自己看什么书呢 现在都看一些 就是比较杂 关于成功里都好像多一点 比较杂 比较杂 就是 好 平时你看自己也爱登山 社交也比较多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性格特别让人感觉到热情的人 对啊 我性格是比较外向的 就是给 所以说很多朋友喜欢跟我一起玩 就是比较活泼一些 比较疯玩起来 那你这个平时朋友也多 自己也那么外向 为什么要来相亲啊 你才23岁 没有 因为我主要是看 我主要是看到 就是变成老师给我看那个视频里面 觉得女嘉宾就是说性格挺好的 是因为看上我们的某一位女生了 就是可以 就是说性格就各方面挺契合的 然后就想 交个朋友 然后就说 可能就是有更多话题吧 就是 好了 我不逗你了 我看那个姑姑在旁边也是 交了很久了 我们来聊一聊 平时工作看他非常非常地认真 而且很努力 虽然说他年龄很小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很孝敬父母呀 那些都比较可以的 那他现在来相亲 家里面是个啥子态度啊 到我们农村哈 23岁的话也给耍的朋友了 对 因为我们那边 我们是土家族的嘛 在秀山 秀山 秀山 然后那边呢 就是说 之前呢 就是说 爷爷来他们那种事情的话 就是说 该找女朋友了 那现在家里来说的话 对于你的个人情况问题 感情问题 应该是非常着急的 那么小杨 知道女嘉宾今天的情况 编导师跟你沟通过了 但姑姑知道吗 不过还不太知道 对 还不是 我要跟姑姑说一下 既然代表家里的长辈 来到现场的话 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呢 她的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什么的 我们都觉得她们两个非常合适 唯一的就是女嘉宾的年纪比她大 有五岁 对于我来说的话 只要两个人合适就行了吗 我叫你 那个姑姑说的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感情是真挚的深刻的 那就没有问题 再加之 咱们小杨不说了吗 自己也像三十岁的人了 开个玩笑 既然站在这里了 我回头还想说一下这个头盔 因为我觉得应该重点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可是你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个蓝色头盔的话 是当时我进入自行车运动以后的 第一个头盔 就是当时我记得 我当时是用我的饭钱审了去买的 这个红色的话 就是我参加那个3D比赛之后的第一个头盔 所以这两个对于你来说 意义非常好 对 所以说对我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基本上看到 就是好像不是很值钱 那对我而言的话就是说 都是有一个小故事的 在家里我觉得了解就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呢 更重要的一些讯息 包括你自己现阶段的状况 包括未来的一些打算 一会儿留着跟女嘉宾好好聊一聊 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堂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位前运动员 这个身材保持的 真的是有点一眼难尽 但是我们男嘉宾的生活方式 非常的健康 你可以看到他的家里面 超级的温馨整洁 要知道我们的节目 独居的男嘉宾据我统计 有一半呢 家里是绝对说不上整洁的 简直可以用邋遢来形容 但另一半的男嘉宾呢 他们的家里可以勉强说整洁 但是谈不上温馨 而我们这位男嘉宾生活当中 处处都是情趣和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这样一个氛围 他的家里真的我觉得很赞 那么这样的男孩子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是三观和 这说明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视 两个人内在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男孩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是否符合男嘉宾的想象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船 下面叫船子 今年27岁 我从事的行业是 情侣行业和开民宿的 本职任务女嘉宾 刘船27岁 身高1米65 职业经营情侣民宿 月收入1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几个月前 我们的女嘉宾曾来过 凡人游戏追求爱情 她的笑容和开朗感染了所有人 我一般喜欢男无尔的爱好 要多一点 比如说 然后花香 花香山 蒸雪山 攀岩 当时的她提出了 这样的作用要求 男人如果条件好 是更好的 如果条件不好的话 然后我希望首先 她能养活她自己 然后之后养活我 然后之后能养活全家 然后工作方面 我希望她上进 小进 我们也为她匹配了 一位符合要求的男嘉宾 两人在现场 虽然互动不错 但最终 还是没能牵手成功 这是我第二次 来到凡人游戏了 因为第一次 就是男嘉宾 对未来的规划 稍微有一点点 没有那么规划的那么好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有点考虑 所以当时没有牵手成功 我来一次过来 第二次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跟上一次 理解我要求是一样的 我希望男嘉宾是上进 然后有上进心 然后对未来的 这规划有一定的规划 女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有上进心 有孝心 二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好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她曾经来上过节目的 上次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 她特别的能干 自己开民宿 然后呢 做着跟女性有关的生意 喜欢户外运动 这一点跟男嘉宾非常的相似 而且他们从事的行业呢 也很相似 男嘉宾是做旅游定制的 而女嘉宾是开民宿的 方方面面跟旅游呢 都是沾点边的 那么女嘉宾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就是一定要有规划 要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 那么男女嘉宾现在的年龄呢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么见面之后 能不能擦出来的火花 我们还得往下看 我们现在呢 是从男嘉宾的家里 驱车来到了观音桥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女嘉宾工作的地方 现在我们其实隐约可以听到 女嘉宾跟她同事正在里面 这样我们给她一个出其不意 直接去看看工作环境啊 这些来来来 你好 扎一下串子 你好 你好 好来 不光是我自己来了 我把这个男嘉宾 以及她的姑姑 就会是姑姑啊 看着年轻的小姑 非常年轻的小姑 也一块带来了 看看你的环境 平时工作就是在这里是吧 对 这是一个青年女生 你这样过来嘛 不要 对 怎么感觉好像 这个距离现在是产生不了美的 走近一点才能够好好沟通 同时呢 我要跟你讲 男嘉宾呢 他这个 平时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体育健将了 以前是坐那个场地自行车 而且是运动员级别的 也还获过奖 在羽毛球方面呢 成绩也不俗 所以运动方面他OK 同时现在又很喜欢 就是做民宿 所以这块你们两个 是非常聊得来的 应该有共同话题 会有共同话题 那么男嘉宾也不是空着手来的 这样李多人不怪嘛 对不对 找你开民宿的吗 是说我带来给你带了套茶具 你可以把它打听 然后可以泡茶 来这样我们在桌子上看看 喜不喜欢大家 正好我这两天才学茶 感巧了 我还在看那个考试的书 感巧了 自己打开看看喜不喜欢男嘉宾送的礼物 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当时 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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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女嘉宾又打开多看了一眼 自己做的心意不一样嘛 对不对 这词的是吗 对对对 哎呦真的 好苦 拿出来给我们观众朋友 也展示一下吧 喜不喜欢 你拿出来看看 没关系的 颜色呀也很均匀 来这样 李嘉宾可以带着男嘉宾 我们这样看看你的工作环境 介绍一下 然后呢两个人坐下来 做个初步的认识好不好 怎么说呀 我有点懵 就算你现在这个规模和强庭 怎么布置的这些就可以了 简单的 你们俩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 可以探讨一下 OK 就这民宿坐多久了 你都坐这民宿 那我来吧 我问你打吧 怎么今天那么害羞 我觉得上次都还挺好的 有点慌 突然让我揭晓 我要咋说 要不然就先坐下来 然后再带他去看看也行 可以 对对 你们两个最后初步的了解 那个是什么 对 在上期节目中 还落落大方的女嘉宾 突然变得娇羞起来 两人之间的火花 是否就此迸发了呢 你之前有出去旅游是吗 对 因为我也很喜欢出去玩 然后就是说你之前都去过什么地方呢 大部分的地方都去过 大部分都去过 一般出去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我一般自驾偏多一些 因为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 尴尬 尴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原本在家里还能说会到的男嘉宾 也开始害起羞来 那么男嘉宾会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呢 当时我还特意找别人老师问了一下 就是要你 因为他跟他要你相关的一些资料嘛 当然给我看了一下 你之前的一些一期的节目 你给我的感觉 个人的话就是比较合吧 就是都有自我的一个想法的 又爱自由 都别有自我想法的 然后性格都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嘛 你出生社会几年了 你要说更早的话 其实我14岁就已经出来了 就已经进入社会 然后边工作 可能就是说 就去参加比赛嘛 当时我是运动员 特成生 对 然后就是说 所以课程就比较少 然后那时候也会参加 很多的社会活动 你在北京工作了几年 我在北京工作 实际工作的话 四年左右 三年左右 也是从事旅游行业 之前的话我们在基金会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现在一个是做旅游的 然后后期的话 包括就是我朋友也有想法 就是想说跟我一起做民宿的 我本来的时候把贵州和云南 还有湖南这边 基本上都跑了一下嘛 目前还没有找到 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然后去 去做这么一个客栈 因为这是我一直的想法 包括在读书的时候 就有想法当时 然后后期会不会重新 因为从他本身是旅游城市嘛 然后刚好 我最终的话 我也是想回这边发展的 我比较喜欢这边的环境 不知道是出于紧张 还是有些尴尬 男嘉宾说着说着 竟然语无伦次起来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提上自驾 那个自驾 或者说那个 对啊 你吃饭了吗 你聊到一半用会 你能问人家吃饭吗 你看你都记得心里的机会 不是 因为我想他可能两点钟了 要不然就休息一会儿嘛 他紧张就可以休息 休息两分钟 我感觉你说话已经很一无能刺了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再 有点紧张 见到男嘉宾如此紧张 姑姑也是赶紧接过话题 想要助男嘉宾一臂之力 你见不见你 他比你小啊 哎呀 我有点 我不要再说 就是上下午睡 我都能接受 对啊 你能接受 当时父母能接受吗 他们一切都尊重我的意见 因为现在都是以前那个年代嘛 对啊 其实也是哈 等两个人合适就行了哈 哎呀 对啊 但是你对我们子儿的那个印象如何 第一印象还可以 还可以 其实他哈 我们子儿呀 在屋头是一个很孝顺的 他比较多 你哈 平时给我交流的比较少说说 他23岁比 其他的男孩子真的还成熟 平时那些社交关系啊 我觉得他多了一个点好 好 我必须说一个题外话 男女嘉宾见面之前呢 编导是把女嘉宾的视频给男嘉宾看了的 男嘉宾一看就觉得我一定要来见这个女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女孩子身上那种能干的 对事业有规划的那种 急而是深深地打动了他 所以两个人见面之后呢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他开始变得很紧张 之前在他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放松很自然的状态 但是跟女嘉宾见面之后一直嘚嘚嘚的在说话 我们知道一直说话并不代表他表达很流畅 反而可能是紧张的一种表现 因为他说的内容全部是跟旅游相关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找共同的话题 因为女嘉宾也是做跟旅游相关的行业 但是女嘉宾的表情说明了什么 你说的这些知识我都知道 而且有点浅显 男嘉宾的表现就像一个小学生对大学生在讲自己的数学题有多么的难 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的局势呢 我认为是女嘉宾还不够动心 而男嘉宾呢你需要再努努力了 这么紧张的一直去表达对事业的一种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恋爱一定要多多的了解对方的生活和性格方面的东西 好 我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串子对我们男嘉宾的第一项了 第一项还挺好的 就是虽然他年纪比我小好几岁 但是我感觉他说话的那些行为举止啊 沿途啊 然后感觉他不像23岁的 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 我说哇23岁 我跟我的客人还在讲 我说我23岁也太小了吧 然后但是呢 就是听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 我感觉他可能还比较成熟 就是其实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觉得潘 觉得年纪太小了 当然你自己通过你的亲身感受之后啊 还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第一阶段的话感觉还不错 但是康康 我感觉你跟他两人在聊天的时候 没有什么兴趣啊 我在旁边看着啊 觉得兴趣 可能紧张吧 因为他聊的那些 其实我大概都知道 因为同 相当于我们也属于半个行业嘛 女游业 因为我大学学女游 虽然现在出来是做住宿方面的 但是我也做女游 我也带团 所以他聊的问题其实是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的 也没有什么新颖的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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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感觉到 我们男嘉宾特别紧张 语无伦词 讲得特别没有条理 是吧 确实他可能太紧张了吧 一般呢在一个人面前紧张 要么就是这个人比较地位很高的 高望重的 像学生跟老师那种感觉 要么就是真的自己心里 比较心仪的人才会这个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在猜想男嘉宾 对你的第一印象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我也紧张 你也紧张 我没看出来呀 真的紧张 接下来的话 因为刚刚其实你也没有提 什么问题 我觉得也没有说到什么关心性的 你关心的 想要去了解男嘉宾的点啊 接下来有没有兴趣想深入地了解一下他 还是比较想的 因为最开始的话了解并不多 因为我不知道从哪一方面说起 而且他说的就是相当于就是关于他的职业的 然后如果纯是他的职业的话 他说的那些其实大部分我都都都都都知道 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属于半个行业的行内人吧 然后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我希望了解的是更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接下来自己想往哪方面再多了解一下他 比如说他的爱情观 比如说他的婚姻观 然后比如说他的生活观 那你休息一下 一会儿其实可以简单地让他看看 包括其实你的这些画啊 包括这些布置啊 我相信是有你自己的想法的 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画的 哦 自己画的 所有的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画的 所以一会儿也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看看啊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更加地走近你一些 好不好 女嘉宾不仅没有介意男嘉宾刚才的表现 甚至还想要再深入了解男嘉宾的感情观 那么另一边的男嘉宾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的门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失病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咧 谈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 治疗 咳痰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 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尽强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刚刚觉得自己内容聊天怎么样呢 有点紧张 挺紧张的 因为拼音地是这样子 所以说反正就没发挥好 你无伦次 对对对 逻辑似乎也是混乱的 完全混乱的 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 我相信肯定会是有共同话题的 不过呢 刚刚那个 把这个工作呀 谈得太多了 你要明白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占据了太多的时间了 回想问一下姑姑啊 你在旁边观察了他们两个人 如果说有以后 他们两个能发展的话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挺好的 那你觉得他们俩配不配 搬配程度有多少 相配程度啊 应该有80%吧 因为那个女孩子看起来 很热情的那一种 性格非常好 对对对 那比较看好他们哦 那就说他刚刚的表现 他的表现一直在说 他的规划呀什么什么的 没有进入那个 杰克可以聊聊爱情观啊 对于未来生活上的一些打算呢 包括你自己经历过的感情 或感情上的一些感悟啊 你需要什么样的类型啊 这些都留到跟相亲有关的事情 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尝试转换 感觉就人一来了 这个人就绷紧了 来到这个地方 一会儿我们就简单参观一下 你可以邀请女嘉宾去吃饭 她应该是非常善意的 善解人意的女孩 但是我觉得你也要做到 咱们绅士的一面 好吗 行 那么接下来男嘉宾 是否能够放松下来 展现出自己有魅力的一面 让女嘉宾对自己更有好感呢 我做这个行业也有了六七年 然后这个店我开了四年了 然后我稍微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然后就是整个店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所有的店的装修运移 以及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自己买回来 包括画也是我自己画的 然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客人的留言墙 就是上面是有很多车票啊 然后计票啊 然后那个门票 就是景区的门票 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故事 然后每一个那个车票 都是客人留下来的 然后这些有些是客人 留下来的留言 看到了还烤家灶 对 这个是我的2021计划 我不知道谁把它放在上面的 真的真的 你看这是我们应该是18年吧 8年的时候 对 一个三分之一的客人过生日 这个是你自己画的吗 就是你所有看到的 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设计画卖 你平时学几个小人画画 不喜欢 我第一次画 但是我没有学过美术 包括我也没有学过装修啊 就是我的店 就是我一开始拿下来的这个店 然后是非常脏乱的 包括我地板都是我自己心患的 对 我也很喜欢 包括我自己住的地方 我也是喜欢自己去 去把它给设计出来 我都觉得挺合的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 感觉挺有点 就是有点游能吃的感觉 有点紧张 就是你对于 就是说未来 自己的另一半的话 有什么 就是说有什么期待 或者说要求吗 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物质上的要求 可能会 相比之下会少一点 然后我希望它在 怎么说呢 第一要孝顺 第二就是你的 你现在工作可以不好 但是一定要有上进心 就是工作要有上进心 我觉得这个的话 我肯定是能够做到 因为对于我性格的话 我是一直是比较 就是说对后期的话 都是有个计划的 虽然我知道有时候计划 改不上变化 但是我一般的话 我会按照我的 就是说前期的话 我都会有一个心理预期 然后去再什么样的时间 打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 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两人终于慢慢熟络起来 也渐渐地更加放松 接下来的午餐 会让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波满 您是通过啥指导这个名表 我本意不是我报名的 本意是我同事把我报名的 当时因为有过几个小插曲 等于是别人老是给我打我两次电话 第一次的话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嘛 我就给拒绝了 然后第二次的话 我失套了之后的话 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 然后之后呢 我就考虑想说 先看一下女嘉宾吧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相信 就是说可能性有点低 我对感觉是很看重的 这跟我的成长很奇怪 也有关系 这边说我感觉 就是说比我预期的话 可能还要高一些 就是说可能比我预期的 就是说还要更好一些 你第一时间拿到我的指标 之后发现我二十七岁 然后比你大好几岁 然后你什么感想当时 其实不能用年龄 不能用单纯用年龄来判断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真正能判断这个事情 就是说还是要通过 说通俗点就是阅历吧 然后去看这个人 对于感动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参考值而已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有共同跨离 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你觉得那个年龄 可以相信到多大吗 如果你看到是一个十岁的人 最多的 最多的话可能不要超过一轮吧 超过一轮之后的话 那可能就 十二岁 你谈的所有的恋爱都是比你大吗 两段就两段 对都是要比我大一点的 为什么 难道你又恋姐姐的情节 不是因为我觉得 我要找的是一个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出努力的一个对象 那你不知道女生都是想那种被保护啊什么的 这个我是认可的 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 我说的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能够就是双方能够去双方为对方思考嘛 我们两个都在上班的同时 然后就你回来之后 你能够给孩子做饭 知道吧 不是说要等着我回来 然后你们两个都等着我来吃饭 等着我回来给你们做饭吃 就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独立的能力 就是说能够去 我不是说要女嘉宾 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承担我那份责任 只是说我觉得一方因为一个事情 然后离开之后的话 他能够把这个家维系得很好 我的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能够精神独立 然后又能够精神有依赖嘛 因为男生跟女生想的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还是算比较独立 对 然后那如果我找的一个男生 我喜欢他 就是在这一方面他可能更加的 然后如果你希望我独立 那我可能更喜欢我自己独立 关于独立的话题 两人似乎在观点上有了些许矛盾 而就在此时男嘉宾还说出了另一件 令很多女生无法接受的事 这会成为两人的阻碍吗 我本身的工作的话是要出胎的 一个月的话可能有半个月在外面出胎 就包括这个工作的话也只是我现在 限制上一个握肚子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让我认肯的女孩子的话 我可以去尝试就是说去放弃一些东西 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去付出的吗 我是可以去牺牲就是说我会取腻壁把去全喊 肯定是不会产生异地链之类的一个情况 居住的问题之类的都会 其实我都是有考虑到的 我都是有涵盖到的 只是说今天以下没办法跟人灌输太多 这一轮聊天似乎让两人产生了一些分歧 那么这会影响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好感吗 那么刚刚跟那个男嘉宾也做了第二轮的一个沟通了 我发现现在好像因为男嘉宾的这个整个人放松下来了 两个人聊的话题呢也比较有意思了 也贴近我们今天相亲的这个主题嘛 有没有了解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讯息 比第一轮下来还是好很多 因为第一轮我们都是在聊相同的职业 然后就没有了解到更多的 而第二轮下来就会对他的感情啊 对未来的一些规划以及其他方面稍微要多一些 其实他你看他现在这个年纪比你小几岁 你觉得他这样子的规划 这些想法成不成熟 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或者你的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期盼吧 就是就面对他的那个年纪 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 因为当时我觉得23岁可能 对我来说23岁可能就大学才毕业一年 一年多一点点 然后有了他这种想法的话 确实我觉得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最开始由担心变成了现在基本上的放心 刚刚 算是吧 算是啊 完全放心 只是说还不知道他能怎么做 刚刚男嘉宾也说到了他出差的这个情况 我看你们俩也沟通了一下 你对于他的这种状况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吗 是可以的 因为就像他说的两个人是 都是各自的独立体嘛 因为如果他说他还告诉我说 如果两个人比如说真的有那有这种缘分存在的话 他可以放弃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不是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 就是为了某一段感情或一个人放弃一样东西 因为这样对另外一方其实压力挺大的 那他这么说了之后给你压力没有 暂时没有 因为他说他的工作其实是他的过渡 你看哈 今天其实已经相处了一天了 我在你这儿呢 听到都是男嘉宾还可以还不错 但是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 没感觉你那种兴致很高昂的感觉 不过你一直又在表扬男嘉宾 那一会儿如果男嘉宾会对你追求 会需要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怎么选 那我还是看一下他后面的表现 看你那个嘴 看你最后怎么样来打动我的芳心了 是不是 对 那好吧 我们也买个伏笔 看看最后我们男女嘉宾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好那么进入第二轮聊天之后呢 两个人的感觉应该说是更好了 可以感觉得到这两位都是属于非常有文艺气息的 很有浪漫点的这样的年轻人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男嘉宾的表现也一改之前的紧张 显得自然和松弛了许多 那么今天的牵手是否会成功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最后的表白 一杯药酒白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失病筋骨疼痛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养肺症当时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喘 仅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好 那么接下来即将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表白环节了 在进行表白之前呢 我邀请到咕咕站到我们的旁边了 今天你跟着他们俩相亲了一天 看着是挺满意的 在旁边一个就在笑 你看最后了 想说点什么 帮那个侄儿说也可以 那个对女嘉宾说也可以都行 其实我想说的是 让他们签手成功吧 就这样一句话 就一句啊 就想让他们签手成功 对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女嘉宾挺实在的 如果说在我们家庭去的话 很幸福 真的 因为我们家都是很好客的 然后我看得出来 你是很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和我们的子儿很像 很多地方都很像 比如说独立啊 喜欢的那个职业啊 这些都很棒的 姑姑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家的门呢 已经为你敞开了啊 那个你要不要进来 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家人都很随和的 也肯定是高高兴兴的 全部都张开怀抱 在接纳你 好 那刚刚姑姑也是代表 家里人啊 说完了你们的态度 接下来呢 男嘉宾要进行他的表白了 这个男嘉宾的表白 其实它是偷偷地在给你准备的 而且不只准备了一样 我先买个棺子 让他自己来揭晓 到底准备的是什么 来 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今天我刚刚 因为我用那个餐巾纸 然后我为什么用那个餐巾纸呢 不是很随意 因为这个餐巾纸 确实是 我开始本来是没有想用这个 但是因为它刚好这里有一个地 第一次就是说一起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它 所以说我就用了这张纸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 是我大概的 刚刚通过地图的话 所描绘出来的一个就是说 那些新型的一个线路 因为我自己本来做策划的 能够一起去把这个 能够一起去走这个线路 每个线路的话都有它相应的 就是说我认为很魅的地方 我可以去 我可以带你去看它 等等那个测试的时间之后的话 我会带你去把它走完 然后另外我还带了一个礼物 然后你稍等一下我拿给你 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 然后它就是说自己展前买的 第一个头盔 它从福建陪我到了北京 然后在这边去 陪我到了重庆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收下它 其实我还是有点犹豫 因为我不知道 不是因为我拒绝 是因为我不知道 怎么样想去选的地方 没关系的 因为我上面还 我刚走之前 还在你那个 就是说你听你的留言匠上面 留了一句话 你可以去看了一下之后 刚好你也可以直接想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再给你带上 那好 看来我们女嘉宾 还是有意思意思的犹豫 我们也给到充分的时间 男嘉宾刚刚也说了 其实不只是表达此刻的这番心意 刚刚在楼上的时候 他其实就给你留下了一段话了 留下了他内心 到你的店里面 那一刻最想留下的一句话 是吧 一会上去看到这句话之后 如果说你愿意牵手成功 你就把你张纸 就是拿到手里面 如果说不愿意牵手成功 你不用动它就可以了 可以吗 回去看看男嘉宾 内心最深刻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 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做最后的决定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失病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症状 养肺症 养肺症 气短 喘咳 肝咳 干咳 痰黏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 补肺益治疗 咳痰痰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 永累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那我们现在再次回到了 这个女嘉宾工作的地方 同时也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男嘉宾 把自己的心里话埋在这里的地方 是吧 好 这样吧 现在还决定不了 我刚刚在下面也说了 男嘉宾自己还有心意在这里 你看从一进门 一直到你看现在好多小时过去了 男嘉宾的心没有变 女嘉宾的心还没有定 那么接下来就要通过 刚刚男嘉宾写的心里话 看能不能让你的心定下来了 男嘉宾把心里话都藏在了 你的那个留言墙上面 自己去发现它 如果愿意牵手成功 你就把那张纸扯下来 拿到手里 如果说选择牵手不成功 就让他就跟其他朋友的一样 放在上面留个纪念 我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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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拿过来 可以分享吗 我尊重你 如果不愿意就自己收着 我还是自己收着 我看都没有看到一眼 不过不管怎么样 本来这份甜蜜就只属于你 虽然我很好奇 我想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可不可以透露个大概吗 已经是秘密了 已经有默契了 两个人啊 已经是秘密了 这是想说句什么呢 把头盔戴上的时候 就是我想把头盔放在这里 代表着我 然后去更衡保护你 就接下来的就是说 以后的路 非常好 也希望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可以在彼此的 呵护和保护之下吧 可以越走越长久 好吗 好好的去经营 就像你们的事业一样 有想法 就要往着那个方向去奋斗 好 来 戴上吧 再次祝福你们 过过来 我们给大家掌声 好 再次恭喜你们 祝你们幸福 很感谢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你 希望在未来 我的每一段旅程里 都能有你的身影 我必须说男嘉宾 是一个超级浪漫的人 我很少在节目里面 特别肯定的说 哪一位嘉宾特别的浪漫 要知道我们的嘉宾 有很多都是人才 比如说用什么 石块 砖块来摆心啊 什么的 这些都不在话下 关键是男嘉宾的浪漫 在哪里呢 他会就地取材 用餐厅的这个餐厅纸 来画这个心情的地图 而且那个 留在留言墙上的爱的表白 虽然女嘉宾说不要拍 我要保留下来 我要 这是我们俩今天浪漫的回忆 但是我们的编档手快 还是给她拍了 都是非常用心的一种准备 你看 其实浪漫真的不需要 花太多的钱 但是一定要花心思 只是呢 我觉得两位之后的路 还是会有一些坎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女嘉宾牵手 她是有犹豫的 为什么会犹豫 因为女嘉宾她这种类型呢 我是见过的 她特别像我一个朋友 跟她一样也是开民宿 特别能感 还能开甜品店 但是呢 也是人到中年还是单身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太强了 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吃了很多的苦 很朴素 因此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其实是很高的 她是希望对方是一个 跟自己并驾齐驱的爱人 可以帮她一起解决 生活当中的麻烦 而不是带领一个人一起去发展 那么女嘉宾和男嘉宾 如果能够克服这些问题 我相信最终 还是可以走到一起 好 非常开心 我们最后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了 再次祝福她们 如果你想参加凡人游喜的话 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 你还可以到龙湖西城二楼 凡人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进行报名 她是位德才兼备的大厨 为迎接心中女神费尽心思 可挑剔的女嘉宾会买她的账吗 到底该就怎么样了 她心直口快语出惊人 刷一个男朋友养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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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现在我一个人养四条狗 却依然把男嘉宾迷得神魂颠了 温柔比较漂亮 喜欢的那种类型 可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使得她态度忽然转变 她不同意我也不会妥协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两个冲突还是很明显 来到男嘉宾寝室后 两人之间的矛盾会有所缓解吗 她又会在视频里对女嘉宾说出怎样的话 两颗孤独的心最终能否靠在一起 凡尼游喜精彩内容下期为您呈现 注意。 二位 再试美